《壹傳媒》和《蘋果日報》五個高層人員 昨天被警方國安處拘捕 報紙今天如常出版 《蘋果日報》說 今天出版的報紙加印至50萬份 在旺角一個報攤外 有人凌晨排隊購買《蘋果日報》 有人賣了近百份 用手推車運走 報紙以警方搜查《蘋果日報》 拘捕五人做頭條 說警方拿走44部電路主機和硬碟 報道內文指警方今次行動目標清晰 好像有張清單 進入報館之後 即到蘋果棟新聞和港文 政治採訪部搜查和拿走電腦 警方昨日出動500多人 先後拘捕《蘋果日報》五個高層 指《蘋果日報》2019年至今 涉嫌全謀他人刊登超過30篇 呼籲外國制裁中國和香港特區政府的文章 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